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选战烟消味越来越浓 第一场总统电视证件发表会 今晚将在民事登场 三党候选人会拿出什么证件 会有什么交锋火花 全民拭目以待 不过蓝绿过招 到底谁炒地皮 有没有会选 经费是不是来自党产 有没有假民调 朱立伦会被大输三百万票 而立委选战进入短兵相接 互相指控的阶段 国民党桃源陈庚德 有没有包工程 民进党桃源的张兆良 有没有欠债不还 但更多人关心 机场捷运通车 是不是又要跳票 那么故宫南院即将开幕 却还是像个工地 国民党执政 是否再度让民众摇头气愤 相关一提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 民进党桃源市立委参选人 张兆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民进党 今天是指控国民党立委陈庚德 拥有营造公司 十七年来包了政府十八个工程 经费超过十亿 但因为工程延宕 被工程会列为拒绝往来厂商 陈庚德竟然提案要修法解套 但陈庚德澄清 十年前就已经退出经营 修法也不是他提的 民进党不要乱污蔑 来看VCR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郑运鹏拿出对手 陈庚德的竞选文宣 上头明白写着 不包工程 这可不是要帮对手宣传 他跟立委段银康 调出陈庚德夫妇 拥有86%股权的 建道营造公司标案 发现陈庚德十七年立委任内 标到十八件政府工程 金额出估十亿元 包括了桃园航空站的铺面防水的工程就好几项 那也有国立台中技术学院的新建工程 他所承包的公共工程 不只在桃园 甚至遍及了台湾其他的地方 陈庚德诚信自己早就退出建道公司 但民进党立委还举控 建道公司民国九十八年 标得的桃园航站停车场铺面工程 因为工程延宕 被公共工程委员会列为拒绝往来厂商 公司申诉不成 陈庚德还提案修政府采购法第101条 对可规则于厂商的情况 增定情节重大要件 避免苛责厂商 他不但这个承包公共工程在先 还企图去修法图立自己 他这样的一个作为 其实是已经没有资格来担任国会议员 那个不是我提的 抱歉啊 可是他上头那个提案人是你的名字 那个是三个案 定案 在去法院开会里 这个内容都搞不清楚 哪有拿来负面人家 郑运鹏 段一康跟陈庚德 隔空交火互批 是因为在桃园第一选区 郑运鹏正式对上陈庚德 这次选战民进党选情看长 桃园评估作私忘溜 国民党则是要力保全部六席 在交着的第一选区 郑运鹏 陈庚德站得激烈 国会也成为另一个战场 好 我们看到现在立委选战 已经开始进入激烈交锋的阶段 桃园市因为六席立委现任 都是国民党 那么成为这次蓝绿攻防的重点区 来请教赵梁兄 这个立委包工程 我想一般民众应该是习以为常 那只是说好处你既然都拿了 那有没有延荡建设 把它变成烂摊子 特别今天这个媒体也特别报道了 我们的这个桃园机场捷运 又要跳票 民众会不会感觉这国民党执政 是不是离离人了 我们是觉得说 我们我自己本身在桃园 也担任三届的议员 我们这个机场捷运 由我们国民党执政 由我们交通部主导这工程 桃园市政府的部分 虽然有成立大众捷运公司 那只是负责营运而已 所以说我们桃园市的六个立委 这八年来已经捷运了 已经八度的跳票 从100年说要通车到现在已经104年年底 预估本来说105年3月要通车 结果这两天又在打预防针说 明年的3月可能又没办法通车 已经是第八度的跳票 大众捷运公司 几乎把整个股本都已经亏光了 因为他从100年开始 就招募了四五百个员工 现在大概招募了八百个员工 结果八百个员工在那边 平均一个人领四万块的薪水 每个月耗损四五千万 结果无事可做 就等着他要通车 几乎把整个股本整个都耗光 那我们是严厉的谴责 我们的国民党执政的交通部 包括我们国民党的 在我们桃园市的六个立委 从来没有为说我们桃园机长捷运 为什么延宕 为什么不通车 已经延宕了四年多了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合理的交代 我认为说这样的政府实在应该下台 让民进党来做 那现在桃园地区 因为六席都是国民党立委 包工程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我是觉得说 像刚才我们第一选期的 郑永鹏这个委员 他所提的 不知道段一看段一看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陈庚德陈委员 他是作为营造出身的 那是否说最近这几年 是不是有在承担这工程 我想说 让我们这个司法当中去查清楚 但我觉得说 我们当民意代表 除了不贪不起以外 也不可以借助任何公共工程的承包 这部分应该是全面退出的 是来请教小平议员 我们看到因为在桃园地区 许多国家重大的建设 都是在这边 那特别桃园又是长期国民党执政 六席立委也都是国民党的 那现在我刚刚也提这个例子 机场捷运这样子一直跳票 一直跳票 说出来民众看了 不觉得很生气吗 民众明明是这么好的一个建设 一拖再拖 拖成这个样子 民众对国民党是不是会更加的失望 捷运不只是桃园 我先说明一下 在你的节目live的节目讲 这个很特殊 全台北新北市 台北市会前台北县捷运 都是台北市捷运局做 可桃园这次他自己自力更生做 连台中 那优行刚掉下来砸死了 那什么你们还记得那个 那也是我们去帮忙去做的 等等 包括安全检查等等 那这一次当然会生气 我记得是杨天生他们标了 已经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了 那现在变成标工程会有几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节目把它内幕讲出来 第一个有关系标到 财力技术未必能做 所以杨天生拖那么长 那现在终于有点春暖花开了 感觉明年 大家不要失望 明年三月跳票了 可是我认为不会差几个月 因为现在并不是没做完 没做完会差很多年 现在是测试 行政院不开心 为什么 一 你三分钟发一班车 你现在三分十五秒 差十五秒 然后第二个 从台北 从最后一站 桃园到台北车站 我们希望三十五分钟 现在要三十七 三十八分钟 那不符标准 跟当初签约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 只差几个月了 那另外呢 我们也因因其盼 我觉得共同努力了 区域可以合作 为什么 因为只有桃园 只有桃这个捷运机场通车 我们桃园 我们如果第三行下弄出来 我们都多希望 迁走啊 我们台北的机场啊 迁走以后那边可以做个 这是国家重大建设的 一个重要的一环嘛 那我们 因为这就有联动关系嘛 中央 桃园 台北市 那边迁走以后 航道铺 以后台北市 台北市有四百五十六个里 九十七个里啊 影响 影响建筑高度 因为非安等 但是现在建造的过程 中央公园 但是现在建造的工程 是中央的责任嘛 现在中央 交通部也讲啦 他说这个桃杰 这个挑剔啦 而且他说什么 合约的问题啊 民众就会感觉 那是你执政的问题啊 你要去解决啊 对 还有个问题就是啊 下 就 我觉得是 原来就是 甲方 不是 是国家 乙方 大包 然后丙方 丁方 都是那些小包嘛 小包跟大包 好像有些纠纷 我不晓钱没给 还是什么 那边赶快解决 所以赶快出面 我认为有错的 就败 然后赶快通车 还给人民一个公道 等太久了 等了20年了 那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 桃杰地区 你们立委选举啊 就慢通车 现在绿营就说 他们坐四望六嘛 那原本你们是六席哦 那绿营就很会打选举 这个就影响到我们的票 你知道吗 在这个节骨眼 而且算我们倒霉 1月16日前通车 我们加分 现在显然可能要明年 本来3月 本来说3月 我认为会到6、7月 才会完全通车 测试通过来 来请教实习 这个我想 国民党自己 这个责无旁贷 自己这个长期主导 这个工程机场 这么久了 那特别今天又特别 郑云鹏他们又说 你这个桃杰地区 成根的又在包工程 感觉你好处 都被你这些国民党立委 都拿走了 问题是这些重大建设 却是延宕 变成烂摊子吗 桃杰本来就是这一次的 兵家必争之地 大家也都在观察说 桃竹苗这个区域 到底这一次 双方的得票数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 你看我们 因为采访新闻工作 所以每天看报纸 都要看得很仔细 那所以你会发现 怎么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看到 桃园机场捷运这些事情 怎么又跳票 最近这段期间 已经看了好几次 怎么又跳票 那我觉得这对于 国民党来说 当然是一个伤害 因为不只是这个 大型工程延宕 今天还有报纸 固公南院 他也三天后要开馆 结果现在像个 大工廖一样 大工地一样 也就是说大家会 有一个同样的疑问 说为什么重大的建设 到了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总是玩不了工 可是你看他剪彩 动土的时候 倒是大观战一排 然后大家也都剪彩 剪得很开心 怎么剪彩跟动工 大家抢得来 可是要等到完工 这件事情却迟迟没有下文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 必须面对的 而且经常会面对 工程预算不断的追加 譬如说像我们那个 要到机场那个高速公路 很高价的 很高的那一条 五阳高价 五阳高价 对他也是搞了很久 然后那个是有史以来造价最黄金的一段工程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奇怪说 为什么只要是国民党执政 工程延宕 工期延宕 然后预算暴增 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因为你的执政无能吗 是因为你当中可能要有油水太多 然后必须要处理要关照的人太多吗 这些都会造成民众心里面很大的一个问号 再来讲到桃园 我觉得对桃园来说 他当然会期待 他现在也是六都之一 他期待的是跟大家一样的水平 而且他是在一个门面的地方 所有进出国的人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桃园 那所以在不管是机场的建设 或者是机场捷运线 周边的建设 周边的建设 其实对于桃园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好那就来看桃园机场 请问二跑道 现在终于终于修好了 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修一条跑道 塞机的那个状况 每天报纸上面 塞机又塞了多久 所以那个东西 对于整体国人的印象来说 是负面的 是不好的 然后现在大家期待说 那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弄第三跑道 第三跑道要盖几年 盖15年 所以这些一件一件堆叠上去 都会使得大家对于政府的信心 政府的效能 政府的能力产生极大的质疑 在桃园是一个问题 可是当这种新闻越上版面的时候 它影响的是全台湾 更何况今天报纸头版头条 故宫南院在哪边 在嘉义 也就是说不管是南部的 北部的 我觉得国民党可能最近正在走一个衰运 这衰运还蛮长的 一直都没有办法走完 那归根究底的原因就是 你的执政能力不足 执政能力不足这件事情 必须是国民党好好回过头去检讨自己的 的确这次说国民党选情不佳 就在于就是说这些国家重大的建设感觉讯息出来 就是一拖再拖 要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第三跑道 刚刚实际也说 竟然要15年 我想民众听到真的会一把火来请教学恒 那如果说要搞一个15年 那干脆换政府是比较快了 至少4年就一换吧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桃园那个地区 其实整个来说掌握了台湾的对外主要口岸 也就是他那个地区包含了整体航空城 机场周边设施是否完整都规划好了 影响到台湾整体对外的发展 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过去几年原来坦白讲 我对航空城非常有意见的其中之一原因 是因为整个航空城原来该是为了 烘托台湾的出口产业跟机场 结果后来变成炒房炒楼的概念 航空城变成炒地了 对那你还记得长榮的总裁有抱怨说 航空城我们有一个维修中心 是航空城里面整个航太产业里面 很重要高科技的合作 包含了引擎维修材质材料 复合材料等等 就说不好意思放不进去 那你不会觉得这样整个规划 本末导致吗 那结果还是当地有很多人 在那边不停的买房买楼买地 觉得将来有一天会起来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么说 这一次的选举主轴 其实就是应该要彻底检讨 所谓的航空城 跟整个桃园未来的规划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也就是连郑文燦我们都要请他拉下一起讨论是 那你不要说你会得罪人啊 因为过去航空城当然有很多人得力 你现在如果要修改或者是要移走 或者是要减缩那些非必要的住宅设施的话 一定会得罪人 可是那对国家整体有利啊 所以这一次这个运鹏兄在那边打到了这一点 其实就是一个关键是 有没有人从中获利 有没有人因为自己获利而要扭曲 改变国家未来正常的发展 那如果有的话 那就不用讲了 这整个选区的选民要好好的思考是 也许你们之中有部分人获利 那但是你让整个国家的发展后退 不能够追上国际的进步的时候 你是要审慎思考 你要选什么样的民意代表 的确哦 现在蓝绿都要互控说 互相炒地皮 那么这蓝银就说呢 这蔡英文呢 在什么内湖啊 炒个什么几百坪的一个地 我想请教赵良兄 桃源的航空城 目前空空如也 地皮已经炒了乱七八糟了 那当然民进党也回敬了 就是说你朱立伦在议文特区也在炒地啊 那感觉上 这是炒地谁的规模比较大 我觉得说 不管是航空城 不管是我们中正英文园区 这国民党都是元凶 怎么说 像航空城来讲 航空城的开发 最大知名商 那个吴志阳 没办法连任 最大知名商 就是航空城的开发 给民众带来非常不好的观感 就是因为炒地皮 包括他的副县长去买那个金池塘 到目前一万多瓶的金池塘 摆在那地方 那那个郑文昌也宣誓说 这个池塘 我们要把它列入 不算那个驱乱遵守的范围内 一直这个非法去买卖这个池塘的用地 很多人在炒炒炒 就是说 未来政府要开发要开发 就从一万块炒到十万块 现在已经又腰斩 涨到一半 涨到一半呢 很多的土地所有权人 又不断跟市政府曾经说 拜托你要开发 拜托你要开发 所以现在郑文昌他非常谨慎 不管是要开发蛋黄区 跟蛋白区都非常谨慎 希望说保障这些 那个地主真正的权 因为很多地主都已经套牢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说国民党这个真的 害人不浅 另外我讲到中正英文园区 中正英文园区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我们民进党会讲到说 朱立伦才真的是一个 草地的一个元凶 朱立伦在担任县长的时候 本席我是担任议员 我非常清楚 那时候已经是债台高出 大概负债将近500亿 在民国88年的时候 朱立伦上来 整个我们桃园市政府的状况 就是在负债比都蛮高的 那朱立伦他在从88年 就把我们当地的中正 英文园区的地方 把那农地那时候还没开发 16公顷整个都是农地 公告限制由当初大概40万 每年都调降 每年调降 调降到十几万 那地主都在抗议宿院 宿院赢了 朱立伦还是不理他 然后在民国92年93年的时候 一瓶大概12万到13万不等 就把它强制征收 就把土地都把它征收过来了 征收过来以后 到94年95年 到一开始开卖的时候 市政府定的价格 竟然定到50万60万 底标定到50万60万 大部分土地卖了大概80万90万 现在大概100万都买不到 那所以这个案子 我看市政府给我的财报 整个开发金额大概30亿 那市政府把所有的抵费地 所有市政府名下土地卖掉 卖了100多亿 大概回填了大概八九十亿的财务 所以让我们的市政府 那个负债比降到400多亿 那朱立伦因为这种事情 当然民众对他非常不满 为什么你把我公告限制调到那么低 所以大家说朱立伦才真的是草地的元凶 所以朱立伦对于县府的财政是有帮助 但问题是拿这些地主的权益 来作为这个交换 这资料都可以查 88年到93年 联系每年都调价 每年都调价 然后调到最低敌果的时候 他说我要跟你征收 所以那时候我担任议员我很清楚 他打书院赢了 他行政权比较大 你打书院赢了 我还是要征收你的地 就把他征收 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多民众抱怨 因为他看到他的地以前 10万块给桃源县政府征收 结果现在 纵使两倍我的开发成本一倍 两倍好吧 那我的成本也才二十几万 就现在一百万八十 一百万以上 现在变成是高贵的豪宅区了 所以说你说朱立伦选情 会有多看好 在桃源市 是对他抱怨的人是非常多 来请教小平委员 你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这蓝绿在互控 人家说互丢泥巴 你炒一个小地皮 我炒一个这个 这个更大的一个地皮 那到底是谁炒的比较严重 我想两个关键 选战 大家关心选举的胜负 剩20多天了 为什么吴智洋会输 因为吴智洋 其实看起来也还好 可是吴智洋是个脸 到行动走路一样 都是纯种的国民党 这第一个 我没说好或不好 第二个呢 就是吴智洋 不管真的或假的 外面传闻 选举的时候 我们台北都听到 说搞那个桃源航空城 航空城不要那么大 一两千公顷 搞到六千干嘛 很大 所以是为了炒地 说什么县长议长 我不知道国民党有没有提告 反正我们传闻 传闻会影响到 选举的投票行为 桃源传遍的 不过但事实上 那时候副市长 是有去买地的 副市长什么议长 什么皮塘地 什么传了 一塌糊的议员 是以前的代表会主席 传了 那 那民调赢十几% 最后天翻盘 连郑文猜都不相信 他会当选 可是我们就是输掉 这是很惨烈的事实 好 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 就是 你国民党要改变 给他感觉 你是个中产阶级的政党 而不是一个土地的政党 你只要是土地政党 学什么都不会中 所以桃源航空城 我特别去请教马凯教授 整体经济学的 台湾的一个翔楚 他说 航空城搞一两千 要不要搞是第一件事 搞的话一两千公顷就好 要留几百公顷 做自由贸易区 就是真的实践 这个以前从李登辉到 六千公斤 对 但是我六千太大 我认为太大了 三千测掉 还给人家 那太大 那长荣说地他又不够 没有漫卡在里头 长荣就要放进来 长荣放进来也一两千就够了 再搞几百公斤 不放长荣 庙就庙在这 你不可以不放长荣 放住宅区嘛 那这就是关键 这规划是匪夷所思 这规划匪夷所思 后来才把长荣放进去 这规划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 弄一两千公斤 必要的航空的设施 而不是炒房 然后把这个 唯一找到很棒的 自由贸易区 几百公斤放进去 去找找马凯吧 政府 他有很多好的建言 就这样好的言论 好的教授的话 要听一下 总之回到 三中的政党 中产阶级 然后这个中小企业 那中生代 接班的政党 这个党才会改变 才会赢啦 这桃园地区呢 可以说立委选择相当的激烈 我们看到 还有这个张兆良呢 他是遭到踢爆 欠债不还哦 那么在这个平正街头呢 就日前挂出 有说这张兆良呢 欠债六千万不还 那么专业赖账 等等自演这看板 那么挂的人 就是他的对手 国民党吕玉琳的 竞选后援会长 我们来看VCR 车来车往桃园平正区路口 这一幅最新看板上 写着张兆良欠债 还以那些年张兆良 不想还的债为标题 指控张兆良 积欠不还 包括平正区农会 还有某资产管理公司等等 一共六千万的债务 出钱挂这一幅看板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张兆良的竞选对手 吕玉琳竞选后援会会长 我们怀疑 巨额的债务中间来讲 会影响张兆良先生的 问证品质 他到底还有多大的 负债的缺口 在这个地方 他必须在投票前 我觉得他有责任跟义务 要跟民进党讲清楚 十七八年前 年轻的时候 因为投资了一些问题 其中的是 他所讲的那个债务 都是兆良 跟我的自己的朋友 跟亲戚 做一些年代的一个保证 那我有证明给他看 我是担任年代的保证人 我想说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抹黑了 本人 忠实有一些负债 但是多久足月代清偿 也没有赖账的行为 那刻意拿那十三年前的旧资料 来在抹黑 那他的帆布也都没有署名 所以说应该一个干净的选举 不应该这样抹黑的行为 秀出担保放款借据 强调之所以欠债不还 全是因为替人作保 张教良澄清 被控基欠凭证农会的 一千四百多万 是因为为人担保 已经以薪资抵扣 而基欠资产管理公司 两千六百万 同样也是因为担任保证人 已经在103年 部分清偿了150万 绝对没有赌债 而之所以基欠监察院12万 是因为政治现金资料 填错被罚款 也已经清偿完毕 张教良的共同债务人 也现身说分明 说没有还 这边上面都有写 那时候我们都有在还 现在责任已变在我这里 张教良阵营口径一致 痛批对手抹黑 扬言体出告诉 桃圆第五选区选战白热化 双方互杠 谁也不让 好我们看到这个 张教良被他指控的 欠债六千万 教良兄就在我们的现场 是不是真的欠这么多债 那再来就说 他们指控你 欠债不还会影响问证 我觉得说我想说这个欠债我没有说不还 但是我有这负债的部分是一个 第一个是两个都是金融机构 都是为我的一个亲戚 民国八十年做一个担保事情 那目前都有在陆续在清偿 有一个已经清偿完毕 那是他都引用民国九十一年的旧资料 另外一个那个都是做连带保证 而且那个债权也在跟他协商 那我的部分跟我的对手 他非常生气 当然他说我抹黑他在先 那我说他暴力讨债 这个恐吓定宴 那个先生抓去关 陈万德等于李毅林 他就是说我怎么可以加 像我在这边是悬挂 他架了一个布条 这我想说大家就看得到 这个暴力讨债 就等于说是 他现在他先生已经被拘捕 就大概去服刑了 那我在可以说最早就挂说 支持李毅林 支持李毅林 就等于支持王儒璇 其实像这种事情 我都比较说是 等于是用政党的一个方向 来讲这种事情 并不是说 这是个人的人生的攻击 那我担任民意代表 担任十多年来 那我数我刚才讲的 两个都是一个担保的债务 那所有部分 我们都暗约了清偿 完全不会影响到 选举问证的品质 这十多年来我担任议员 有任何一件事情 我完全都不贪不起 你没有想想看 他当议员 当他两夫妻当立委 当市长 当了十多年来 两夫妻默默无闻 从嘉义来这边 就要累积了多少财富 数不清楚 那我们真的是 我假如说 我们当议员 有任何的 外去扭霸的事情 我也不会有这种负债 我觉得说我坦荡荡的 但是我跟大家相信说 还在呼吁相信 相信我 我们做议员 跟这个欠款是两回事情 是 所以你欠债跟这个选举 有关系吗 还是两回事 我觉得说这当然会影响到 会影响到选情 但是我是说 我这十多年来 从这还没有担任议员 就有这种负债的情形产生 但是我从来不会 利用议员的职权 去做任何 不法的获利 等等一些情形 当然我还是认为说 负债不能还 归问证的部分 认真的问证 完全不受影响 但是他这样的抹黑 对选票当然会有所影响 我还是呼吁大家 回归到正常面 看看我这十多年来 在地方上担任议员 全力的来为我们地方上建设 来努力 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支持 来我请教小明议员 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 我想有选举过的人 多少应该都会欠点债 欠点钱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标准 是不是可能一半的候选人 也都不用选了 或说只有富人 才能够来完选举完证 但是富人可能也要被质疑 你的财产来源 可能要被 你是不是欠税 是不是有炒地皮 这个标准到底要怎么定 不谈哪一个人 我觉得任何事情 我们要追求真相 什么是真相 一 为什么欠钱 二 你欠钱是因为你是债务人 还是保人 像我们那个倒霉的 那个吴志刚 欠十五亿 不是他欠的 是他笨笨的去帮投资人的 那个大股东去做保人 所以他也蛮倒霉的 我觉得 跟赵良兄可能有点相似 就是我觉得把事情弄清楚 可是呢 可这个选举 这选举这样弄出来 不管赵良兄弄那个 我们吕玉玲的那些布条 他讲他六千万什么 他通通有杀伤力 所以选举变成 这选举变成零和游戏 就是我心肠再好 我是一个菩萨心肠 每天吃战念佛敲目语 跟别人修理我 我一定要反击 因为我不反击 一定会落选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 民主政治一种恶性竞争 所以事情真相弄清楚 然后让选民有一个 有一个真正的 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但是如果说 因为说到钱嘛 那民进党其实也指控了 就是这次 这国民党补助这个立委 六百万 那这个总经费 看起来大概有四亿多 那人家就说 国民党因为有党产 才有这个资本来选嘛 对不对 那这党产 钱又是怎么来的 那你们怎么看 所以我们称为某个界 不管马英九 当那个 梅党主席刚就任 说我要党产归零 朱立伦说要党产归零 可是一去 那个钱真的蛮好用 不管选举我会干嘛 这样说 那就换一个语气 叫做 从党产归零 变成不当党产归零 那不当跟当 那也很难去界定怎样 那我现在谈的不是政治问题 因为你党产不归零的一天 民进党永远修理你嘛 你躲不掉 所以我觉得 就他们比较老派的 就会这样躲躲藏藏藏 像我 如果我是主席 我怎么干 我全部归零 而且我让每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归零 这个说法有问题 应该是归政府 或归国家 因为你归零到处 会归到谁的口袋 政府国家 打官司 我们未必输 现在不是法令问题 我觉得就举功道歉嘛 我们年轻人 30K以下的一堆 然后30K以下 有几百万人 台湾 我们一人 帮你们加薪一万块 几百亿 送给几百万人 善尽家财 财善而人聚 重新开始 这个党才有机会 这是态度 态度很重要 的确 小平议员 应该是没有接触到党产 所以才有办法 这么的 我没有带上魔戒 没有办法 才能办法 真把它捐出来 我想请教时期 这个党产这个东西 恐怕有接触的人 就很难把它脱掉 魔戒带上去 很难脱掉嘛 那再来就是说 那你国民党这么有钱 当然你才有本钱 去玩选举啊 那只是说 这个情况之下 在国民党选情 空气票丢掉更多 因为有党产 比六百万拿去选举 得到的票还更多 是划不来的 现在低迷的情况 民进党昨天的指控 有会选的情况 会选很严重 像小平议员这种 就是分不到党产的 所以才会主张说 应该要赶快 我希望党撞大 对嘛 那个问题是为什么还不掉 是因为就真的很好用啊 有钱怎么会不好用呢 超好用的啊 选举的时候买一买广告 然后这个 紧要关头的时候 可能四个小朋友 就出动一下 就是总是 总是蛮好用的嘛 所以才会舍不得嘛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就会造成 大家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了 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啊 国民党的确是 全球最有钱的一个政党 在这种状况底下 然后你说 我们台湾要持续推动民主化 我们应该要怎样怎样 你 有 你起跑点就跟人家不一样 你根本不配讲这种话 不配讲民主这两个字嘛 就是这件事情 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都成为国民党的包袱和负担 那何必呢 你为什么要每次的时候 每一次重蹈覆车 被人家算这个账呢 你如果把它还掉了 清掉了 按照当年财政部 已经统计过 清查过的 你应该有多少多少的 的这个党产 然后你都应该要还给 你就按照政府部门 财政部清查的去做 这样子大家就会觉得 以后就没有相骂本了嘛 你为什么要留一个东西 而且让大家会怀疑说 钱好用成这样 会不会你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你除了发给大家 发给你的候选人 然后买广告之外 其实你是真的发到了 选民手上 你还是在用一个买票的方式 用一个会选的方式 在获得你 这个特定政党的选举利益 那如果 与其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怎么配奖 台湾要民主 要持续的往前 民主深化呢 那所以我会觉得啦 就是说 为什么到了现在 都已经到了 快要2016了 这一届的选举 汇选的传闻仍然不断 而且大家都会觉得 谁最有嫌疑 因为国民党 国民党最有钱 因为他最有钱 而且历来查到的都 80%以上 可能都是国民党的人在会选 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何必要让人家 这样子怀疑你 怀疑你的这个贞结呢 国民党难道就不能用一个 我洗心革面 我是一个干干净净 从零开始的政党 你这样子 起码会赢得一些 空气选民的支持 是的确 这个党产部分呢 国民党现在 还是警报着不放 那么当然朱利益人 在今天晚上的政见会当中 会被提出来 那么可能性是不高啦 但问题是国民党 人家现在就说了 是不是缺乏一个 令人感动的力量 还是说这个感动力量 说感动力量 其实太遥远 还是缺乏诚信跟改革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进驻行线纪念日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利伦 今天特别秀了一首 亲自制作国旗蛋糕 面对晚间 首场的总统政见发表会 朱利伦说 他将强达两岸跟财经政策 不过场外 来了一群劳工团体抗议 跟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来看VCR 不满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通过 劳机法修正案 冲击劳工一年七天的国定假日 数十名劳工占领朱利伦 竞选总部抗议 跟警方爆发肢体冲突 老公与警方激烈对抗 但人就在隔壁国民党中央大楼的 朱利伦始终没看到 爱上演温馨戏码 我们要一起来吧 中华民国的宪法来庆生 亲自替国徽涂上奶油 行线纪念日这天 朱利伦特别制作国旗蛋糕 与国民党青年军一同庆祝 并且推出全新竞选影片 强调只有一个台湾 从今天起让我们拒绝分革对立 找回属于我们的那一个台湾 大家在庆祝圣诞的时候 不要忘记今天是我们的 行线纪念日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宪法 要支持我们的中华民国 长达宪法族群和谐 晚间收场总统证件发表会 他有备而来 今天晚上是电视证件发表会 那我们就是把我们平常 跟大家说明的一些 政策不管是财经政策 两岸政策或社会福利 或者是民众关心的一些 住宅政策 我们再透过今天晚上的 政见说明会跟大家说明 当然也会有比较政见的差异 主打两岸财经议题 选举最后关头 朱利伦要靠传统蓝军 强项扭转烈势 今晚在民事登场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政见会 朱利伦刚刚说呢 要主打两岸跟财经 来请教学恒是这个最近这两年 大家就在说呢 两岸和平红利 谁拿走了 财经政策 对财经政策是导向这个财团 财团 对还是说劳工有得到利益 对所以他这样的说法 有说服力吗 没有 我觉得其实国民党 自己真的要深自反省 就是你一直说有两岸红利 我跟你讲08年投票人 真的大部分是相信有两岸红利 所以一路投下来到12年再投 可是现在搞了半天 中间的买办全部拿走 连所谓的这个中客旅游 你自己去南部 你去花莲看 他已经把他全部都接管了 你说中资不可能来买饭店 我告诉你去高雄 看看几个老饭店 你说后面经营的人 现在说是港资 其实就是中国旅行车过来 他们是一条龙的精英 他就整个从那边招揽 香港差不多退出了 是老公一条龙了 但是他表面上要戴一个港资的外套 那否则你会抱怨 从那边一条来 连游览车司机也是 背后是中资的港资旅行社雇佣 连他们会停下来买的这些义品店 也已经全部都是港资 然后后面是中资的这样子的店的时候 那个好处 大家真的没有享受到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朱立伦他自己真的要检讨 就是局势已经到这个程度 你好歹说个实话 你好歹道歉说 对不起我们过去到现在真的错了 我们的一正税的修订 反而让财团拿钱来炒房 股市没有拿到优惠 所以我们错了 我觉得朱立伦真没想过 他真的选不上 接下来所有要做的事情 他如果花二十几天道歉 国民党可能还有希望 你就每天道歉 每天道歉一路道歉 甚至你在辩论会上就说对不起 蔡英文我们错了 对不起宋楚瑜我们错了 对不起所有观众我们错了 那你觉得他在证件会上 他会有表达任何的道歉或那种所谓的 觉得不好意思的那种态度吗 我觉得如果他会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就应该让给洪秀柱 他就是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现在国民党才很艰难 我其实在这个部分很认真的讲是 你现在去看国民党的竞选总部 真的是一片肃杀之气 那当然早上抗议是个原因 可是早在这抗议前几天 晚上我们来民事录影路上会经过嘛 会经过他们的那个盖在外面的选举总部 人家选举总部是来来往往 大家来这边聊天喝茶 人气是很旺的 他门口站一排镇报警察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看了真是听他们觉得很感慨是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你如果早四年早八年 真的对民众你痛制改革 你让大学退场 你提出新的教育政策 你让股市蒸蒸日上 你让民众薪水可以增加 你不要让油电双涨 今天不是这个样 没有人 对不起台湾民众不是白痴 没有人会在最后不到半年的时间 忽然间觉得 好啦国民党这个其实也不错啦 虽然我过去七年半过得水深火热 痛苦不堪 所以我在这最后半年 因为你到处道歉 因为你到处拍广告 所以我就支持你 我觉得国民党要记住一件事情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你现在这个窘况 这二十几天的惨况 这上去打辩论的时候 被大家笑个半死的原因 是你过去八年所累积下来的苦果 不要抱怨 罪有应得 对 再加上党产再捐出来 对不对 作为一个救赎 恐怕这个票呢 还可以争取到一些 来请教赵良兄 你怎么看 今晚的这个证件发表会 刚刚朱立伦有说啦 他说这个要重视宪法啦 这个要重视中华民国啦 感觉上这个是现在大家所重视的一个议题吗 还是说他是要讲给深蓝听的呢 我觉得说这个朱立伦 包括我们现在在民间 大家最近因为国民党在卖党产 我们在地方上听到的声音就是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卖党产 然后呢副总统候选人在炒军宅 完全都跟钱有关系 那他卖了党产呢 在做什么使用呢 完全做选举 做一些其他 做一些虚假的要欺骗选民 那刚才我来录影图上也看到 不但是政报警察 巨马都摆在那地方 给感觉上 真的完全是一个 不像说是一个在做一个竞选总部啦 那我觉得说像我们常常 最近这八年来 我们看到 只要国民党的利益越多 越像中资越倾斜 老百姓是负债越多 老百姓是越穷 这一次我觉得说 朱绿仁说两岸是他的强项 我觉得这都是假的 很多年轻人说朱绿仁 再怎么讲还是去到大陆 还是跟习近平讲说 两岸同属于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全台湾22K的年轻人 何去何从 很多的企业就跟他讲买败 很多企业 我跟大家说像现在 为什么一些高科技 我认识很多高科技 在我们桃園非常多 高科技的厂商 他说这些高科技厂商 再给大陆都买走 这些年轻人 会失业的更可怜 在台湾可能他连 整个根都拔走了 不在台湾 你都要大陆去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难道将来到大陆去 当外劳吗 所以说我认为 两岸不是他的强项 他所有的买办 包括朱绿仁 他的岳父 是全台湾最大两岸的买办 高玉仁先生 我觉得这次老百姓 真的要认清楚 绝对是不能投给他 实际你怎么看 今晚政见会 如果朱立伦 说要强打这个什么 两岸财经等等 有多少人会相信 再来他就说 要重视宪法跟中华民国 感觉上是不是说 是要讲给深蓝厅 希望他们能出来投票 那再来就是 年轻人可能就觉得 那你在说什么 他们会听得懂吗 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 让人觉得很心急 我看的蛮心急的 就是说他们到现在 国民党一直到现在 一直觉得财经跟两岸 是国民党的强项 这在过去做宣传的时候 真的还蛮多人信 国民党最会拼经济 国民党的财经人才记忌最多 可是的确我们经过了 八年的检验 发现并不是这样 如果真的经济 这么的强的话 为什么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 出口连六黑 双位数衰退 然后这个GDP 现在已经不保一了 然后连明年的景气都 还有人预测是0.75% 那所以那个经济的 严峻的情况 很显然 这是国民党没有办法去 去让他变好的 更何况年轻人的22k 也的确是在国民党的时候 被定下来的 虽然后来有反驳说 没有啦 没有啦 是25k 我觉得没差多少 毕竟人家前一个民党政府 交到你手上的时候 是26k 你实质的薪水 让大家倒退了15年 这件事情就证明了 国民党真的不太会拼经济 所以经济已经不再是 国民党的专利了 这一点国民党必须要自己认清楚 他不是你的强项 你要赶快再去找别的强项嘛 你怎么还会一直单逆于 明明是弱项 然后大家都已经很有感的知道 这是你的弱项 可是你还要硬拗 说这是你的强项 这逻辑让人不通 两岸也是 你看看两岸 这几年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越走越近 近到这种程度 结果我们的经济也被拖累 然后我们的国家 仍然是持续的在外交上面 被受欺负 在这种状况底下 两岸也不是国民党的强项了 你从历次的民调可以看到 为什么认同台湾的越来越高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越来越低 这个东西就可以告诉你国民党说 两岸真的不再是你的强项 更何况你朱立伦 跑去对岸的时候说 两岸同属一中 然后呢 你现在回过头来 还要批评你的对手说 你不承认九二共事 你就是挑衅 就你的口径跟国台办 是一模一样 这件事情会让台湾人民害怕 会觉得如果一旦票投给你 你选上总统了 你以后是照顾我们的利益 还是你要照顾对岸的利益 因为在你眼中 你觉得不可以跟对方挑衅 对方设下来的逻辑 设下来的任何规则 你觉得应该要遵守 因为不遵守的话就是挑衅 所以这件事情是会让台湾人感到害怕的 再加上他的一个好帮手 马英九去跟人家马其会 现在传出来这个520之后 卸任之后他还要再去 他在马其会当中表现 其实某种程度 其实在台湾不是那么的叫好卖座 所以两岸跟财经不再是国民党的强项 我认为朱立伦你必须要面对现实 你当初是国民党的一个救世主 是一个小清新 是一个年轻一辈 很有希望的一个政治人物 可是你为什么会连面对问题 面对困难的勇气都没有 你根本无视于国民党现在碰到的危机 你仍然闭起眼睛来 然后单逆于十几年前 我们是这样推销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这样推销 你完全没有让国民党往前进 这件事情朱立伦必须要负责 是来请教小评议员 这个证件会两岸跟财经 到底还是不是国民党的强项 感觉上就是说 我不管他们幕僚是怎么想的 至少跟社会的这个回应 有一些接触吧 还是感觉还是两条平行线 完全都没有搭到线 完全在不同一个频道上 好是强项还是弱项 以前我们就要打出和平牌 民进党搞台独 那国民党执政就不打仗 我们是打出经济牌 国民党会拼经济 人民过好日子就无往不利 大概吃了我们二十年的亏 民进党这第一个 现在情况改变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怎么比 就我们公平的对待国民党 国民党马英九执政 八年好或坏 不要跟乱比 就是也是全球化 跟我们差不多的四小龙比 你比他好就是好 比他坏就显然 我们四小龙第四名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今天一定要有梗才会赢 在民事的那种政策 什么叫有梗 就是我就回到朱立伦主席 我们的老大 提的财经与两岸 财经 全国民党 大概就两个人一直 我们是像跨富追日那样 二百五神经病 可是我还是要讲 就是我跟杨志良 分配正义就台湾 我举个数字 举数字比较科学 我们全台湾的税收 百分之七十是我们受薪阶级 对 我们能供应的 我们不期望 商人是要赚钱的 七十我们 我们拿回来一个五十五 大概就差不多 可是我们拿回来多少 四十 就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只要七十 现在是四十 改变七十 我们贡献度 拿回来五十五 我们的基本工资 就可以调两万零六 调到两万六千 我们的收入就多三分之一 多三十几发 那就不一样 但是你们的高产 有没有听进去 愿不愿意做 他听不听我还是要讲 这就是分配正义就台湾 今天很简单 你跟有钱人在一起 财团 特别是土地财团 有钱而无票 那我们这些中产阶级 是有票而无钱 所以你要做一个自己的选择 这第一件事 我一直讲说 你要从一个跟土地财团很近 转型变成中产阶级的政党 讲白眼就说 你愿不愿意跟人民站在一起 还是你要跟财团站在一起 这是第一件事 两岸 我跟两岸要改变了 因为当蔡英文提出维持现状 不管真的假的 你在讲中华民国就没用 你说他是台独 你没人会相信 今天他没有说我要宣布 我当前要宣布台湾独立 蔡晓英显然没这样说 我提一个大胆的建议 我们党内也在做路线辩论 一中 你不谈一中 他不跟你谈 我们气不气他很气啊 非但对着我们老公也不是好东西 可是也不能不往来 好 红秀柱是一中同表 我们现在叫一中各表 我提出个大胆的 比民进党更能抢夺 中华民国朱立新史 叫一中两席 我们就大胆提出联合国 我要几次一中两席 我们实践的关系 你的建议都很好 但是朱立伦能不能够付诸实现 特别是他讲出来 民众又听得进去吗 我们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好今晚总统证件发表会 将要在民事登场 刚刚小平议委建议很多 那只是说现在朱立伦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就在于 已经有人评估了 可能会大输三百万 再来就是国民党会面临分裂投票的情况 也就是可能三投全输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是我的估了 这个投票率不会高 高对我们好 可显然是民进党的小朋友 年轻人情操而出 而我们军工教可能含泪而不投票 如果情况都不改善 没有照我这样去做的话 我也不是多厉害 我只是反映人民的声音 我是民代 大概我认为输两百八十八万 我认为接近三百万 我们一千八百万公民 投票率七成会投出一千两百六十万 蔡晓英拿六成 我们拿三成 宋楚瑜气不干了 会拿十趴 所以这样算下来会输两百多万 两百八十八 接近三百万了 所以要改变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的立委会三十七以下 因为不可能 我认为分裂投票有 可是就两种人可以分裂投票成功 一在都会区形象超凡入胜 二在基层钱多 然后下去买票 不会被抓到 然后基层服务 把当理长做 树叶匪蟹 像杨琼云这样赶 这样的人 才可能有分裂投票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国民党会不会裂解 选后呢 选后会不会裂解 裂不裂解 国民党不会亡 国民党群众还在 只是会变极小化 不一定 说不定大 你转回来 老得走 财团远离 那新的主席 终身带当选 那个党产归零 会比选前更大 来来 施星 你怎么看 选后 如果是照小平院员所讲 可能会输到近300万票 那国民党会不会裂解 特别党产 如果又被追回 如果今天投票又不改 就二十几年混完的话 我怕会这样 不会变更大 会变更小 会变更小 因为现在看起来 洪秀柱要进行一个 路线大辩论 然后他现在也被预期是 接下来1月16号之后 很可能会搅住党主席 那所以如果一旦 国民党往这样子的方向 走去的话 往新党化方向 对 往新党化方向的话 他会变成极小化 再加上他又没有党产 没有党产就 没有钱的话 就更少了那个凝聚力 后组组不见得会党选 我们中生战也会参选 也会出来参选 但是国民党的党员 里面的这个成分来说 深蓝就是坚定的 一种同表的立场 其实是最有力量的 就是他们是态度上 最积极的一群人 所以我会 你是说党员结构是吧 对 党员结构 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 国民党的状况可能不是 他不会再像现在一样搭了 那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状况是说 朱立伦必须从民调当中 去好好检视说 他就连泛兰的支持者的票 他顶多都拿七成而已 这是他的危机 因为他只能拿到七成 所以一定有很多的分裂投票 这对国民党极为不利 所以不断的 我们在这边不断的告诉朱立伦说 你首先要去雇你自己党内的盘 你要使得党内的盘 有一个凝聚力 有一个出门投票的理由 可是现在看不到 现在仍然还是看到 黄复兴发一个配票单说 你要乖乖投票 但是现在的选民 已经没有蠢成这个样子了 不是你叫我投几号 我就投几号嘛 就每个人都有大脑嘛 每个人也都会体谅 他自己的生活的经验 来作为投票来 然后他犯来变成烈姐 变成一个比如说小兰 变成一个好几个新党 青党好几个党 他有可能会分裂 然后 我们讲